欢迎来到舞台动力实验室 我们今天要来学习怎么样用 Arduino 送 MIDI 讯号 然后让虚拟的 MIDI 键盘可以发出声音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应该是我学习的主要的参考来源 叫 Create a MIDI 的 device 它是发表在 Arduino 的官网里面 找到这篇文章之后 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后面的这一段 Testing it out Testing it out 这里面有一些重要的结论 就是如果你按照这个笔咒 一步一步做下来 基本上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改变 就是因为在这个 它里面有一个 对不起我应该要跳到前面来 就是一开始它这边有说明 硬体跟软体的需求 最重要的就是 Arduino 的板子 不能用一般的 Mega 或 Uno 这种常见的板子 它必须用这一类的板子 这一类的板子 它会有一个特殊的 USB Port 叫 Native 叫 Native USB Port 那这个不是我们一般 Uno 或是 Mega 里面会有的 那我们就上网查了一下 这个它跟我们一般的 Programming USB Port 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这个很难三言两语说清楚了 那总而言之我们就去找了一块这个板子 这个板子叫 Arduino Dew 根据这篇文章的说法 Arduino Dew 本身是有这个功能的 就是它有一个 Native USB Port 所以我们就找到这个板子 那它的 Native Port 在上面 Programming Port 在下面 就是如果你的板子排成我这个形状的时候 这个正式的时候呢 它的板子在上面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呢 就是我们先看一个范例程式 这个范例程式来自于哪里呢 这个范例程式来自于 有一个叫 MIDI USB 的 Library 里面 MIDI USB Library 里面我们在 Github 里面可以找到 那它里面有一个叫 MIDI USB Write 就是透过 Arduino 经过 USB 去写一个 Arduino 程式过去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范例程式 好那进入这个范例程式之后呢 因为它的发出的声音比较单调一点 所以我们稍微改一下 所以我另外写了一个范例程式 这个程式叫 Mini USB Write EY 那我这里面没有做什么伟大的事情 我就是稍微改一下 Delay 的时间 然后改变这个 Note 的 Pitch 这 Note 本来是发出 48 就是正常的 C Do 这个音 然后呢我想要发出 Do Re Mi Do Re Mi 的话呢 我就写了一个 Note On 的符程式 把它改从 48 开始 50 然后改成 52 另外就是这个 Note On 跟 Note Off 呢 就基本上就是送 MIDI 的一种写法 送 MIDI 的一种写法 那这个 MIDI 写法呢 要透过一个 MIDI USB 点 Flush 去真的送出去 然后后面的 Delay 我就不解释了 那这里面包括它送出 MIDI 的 Channel 然后 MIDI 的音高 就是 Pitch 以及最后的 Velocity 这 Velocity 的部分呢 这里就是音量 不是速度 所以我现在写的程式有 44 84 跟 124 三种 送出三种强弱 我们来听一下 所以接下来呢 我要去把这个送出去 这个程式上传到 Arduino Duo 这个板子上面呢 那就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要先安装 那一般的这个 Arduino 的 IDE 就是它的程式界面 就是算写程式的界面呢 你要先开启你的开发板管理员 开发板管理员进去以后 你打 DOE 三个字呢 你就会出现这个 出现这个就可以安装了 出现这个就可以安装了 所以其实不困难 那你也可以在很多的文章上面 我随便找一个像这个 就是有一些程式就会告诉你要怎么去安装这个板子的开发程式 那总而言之呢 你把这个板子安装完之后呢 有了这个 DOE 的 Arduino Duo 的这个程式之后呢 你就可以找到你的印记 那接下来一个重要的就是装置管理员 我们要在装置管理员确认呢 我们跟 Arduino Duo 是不是连结的 那 Arduino Duo 因为它有两个 POR 刚刚前面有说过它有两个 POR 一个 POR 在上面 一个 POR 在下面 那你也可以在 我看在哪个程式 在这个网路的文章里面呢 这个匹克方里面呢 它有提到说 Native USB POR 跟 Programming POR 这两个东西分别的位置 所以呢 你就要记得你现在是插在 Native USB POR 才能够去对 MIDI 讯号 传输 MIDI 讯号到你的电脑 让你电脑里面的虚拟键盘发出声音 那 Programming POR 呢 这是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一般的 Arduino 有的功能 好 话说这个声音已经记得很烦躁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 准备把这个 Doremi 的新的程式上传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程式 好 那再次强调 你在上传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确认 第一个是你的开发版 因为你刚有开发版管理员安装的这个 Arduino ARM 32-bit BOR 它里面就会出现两个 POR 可以选择 那我目前是插在 DUE 都不用插 Programming POR 等一下我会说 Programming POR 作用是什么 插在这个 Native POR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选择这个 COM POR 就是 Communication POR 通讯部的部分呢 我们就选到抓得到的部分 然后同时用这个装置管理员来确认 那这边的一开始呢 我们上传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问题 就是上传之后呢 发现它 POR 为什么 POR 这个也是很有趣 就是 它反正就是 传传传传 传到一半之后 它就说它出现错误 出现错误 同时你也发现了 我本来还在播放的声音突然不见了 就是出现错误 但是不要慌 不要慌 为什么呢 因为这时候呢 你回头看一下 你回头看一下之后呢 你突然发现你上传的过程 它如果你跟我的板子有类似的情况 你就照我接下来的步骤 它会出现一个你不认得的 POR 而且这个不认得的 POR 会叫可能叫做 BOSA Programming POR 在11号 所以我们就很快的把它 Switch到11号 Switch到11号 POR 然后同时确认你的板子 你的通讯部对了 那你的板子还是要对吗 还是要确定是Native 然后你就上传 这时候呢 你上传完基本上就正确了 那上传的时候呢 就是跟一般Arduino程式上传的习惯不太一样 它不是下面都是白字的是正确 它在 这个所谓你的程式码上传之后呢 它会有一段这种很有趣的 这个橘红色的 字体的一个呈现 那以前我们的习惯 就是橘红色这种字体呈现的时候 是错误的 这个不是错误 你看它整个都是正确 它包括程式在上传的过程 编译的过程 它会跟你说正确与否 然后花了几秒 然后最后有一个 Set Boot Flash True 还说Verify Successfully 然后这个CPU Reset等等 那这时候呢 你就会又发现一件事情 你的 你这时候呢 其实 你抓到的POR呢 它上传成功了 上传成功之后呢 这时候没有出现 对不对 没有出现 我们就拔掉 拔掉这个 再重插一次 一样插在原来的POR 插在原来的POR 然后看它出现什么 这时候正确的出现了 所以这时候有时候 必须要重新拔掉Arduino 再重新插一次 这时候你会看到 这个CAN POR 13 如果下次你传完之后 会直接出现 那就不用了 就不用拔掉 就直接选 像这样就可以直接选 选了这个正确的 Arduino Edu Native USB POR 选完它之后呢 这时候呢 你就会发出声音了 那为什么这时候 没有发出声音呢 这时候我们要把这个 虚拟键盘 Virtual MIDI Piano Key 关掉重来 我们就关掉重来 那我们等一下会说 这怎么安装 好 我们现在就发出了三个声音 各位都可以看到 那这个程式呢 我就是写了三个音符 三个音符 Doremi Doremi 一直Doremi 那这Doremi的过程里面呢 我是有刻意的 刻意的让它的这个强弱呢 明显一点 所以我的强弱是四十四八二十四一二四 然后音符是四十八五十五十二 那关于这个音符的 pitch的高低呢 另外有一些文章 另外有一些文章 我应该是放在这里 在这篇文章叫 Useful MIDI Note Charts for Arduino Programming 你就会看到 D3 就是正常的 Doremi Aso La Cito 的这个四三 三是它的阶层三 阶层三的这一个 Doremi Aso La Cito 分别是四十八五十五十二五十四 以此类推 那这个表应该不难看得懂 你就要找这样的一个chart 那你就可以来写这个MIDI 让Arduino去送MIDI讯号 应该说 对 让Arduino去送出这个MIDI讯号 所以我现在是四八五十五二 然后甚至呢 你待会可以玩一个东西就是 譬如说你如果不喜欢这个 这个乐器的声音呢 你可以去改变它 各位有听到吗 所以我现在Channel 1 Channel 2 Channel 5可以改古典吉他 然后Channel 3 那我可以改我本来写Obo 我可能要再按一次Obo 那就每一次都要Reset一支 好就可以有不同的声音 如果你喜欢 Gran Piano Gran Piano Acoustic Acoustic Grand Piano Piano 就选择这个 好 那以上的是关于这个程式使用的一个情况 就是特别在这边提醒 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又要再改一个东西 譬如说Do Re Mi Fe La Si 我希望再多写两个音符 好 你在各位面前示范一下 很简单 就是Do Re Mi Fa Sol 好 我这边改 grefor 这次是S 好 那Channel呢 我也可以同一个Channel 可以再换一个Channel 我可以再换一个Channel Note On One 叫Note Off 这个ic Math 然後我音高 我的這個音量 Velocity音量維持在124 我不知道能不能比127更高 我目前在網頁上插到最高是127 這可能跟他寫法有關係 那我們就上傳 上傳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這個聲音等一下會斷掉 等一下會斷掉 上傳在一半它就會斷掉了 好 然後這時候你會聽到一個噔噔噔的聲音 那個是USB硬體被斷開的聲音 那同時他就會說錯誤 沒有關係我剛剛說過了 你就要來這邊找 哪個Channel你認識呢 你就看裝置管理員 裝置管理員說POR11你是認識的 所以你就大膽的把這個程式傳到11去 等一下喔 我這個不對 Dore Mifa SO 5254 我看到48 50 5254 我還沒有傳56 沒關係 Dore Mifa Dore Mifa也可以 我們就可以看到整個變化 好 所以現在Dore Mifa傳上去之後呢 我們來看看 那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一樣的 我們看到了 這時候呢他就是會開始 上傳程式的過程 用橘色的字體呈現出來 呈現完之後呢 你要再檢查還是你的POR 就是這個地方有點小麻煩 欸這時候他不認得 他也不認得什麼NATIVE 了 他不認得什麼NATIVE 怎麼辦 我剛剛說怎麼辦 各位怎麼辦 不認得對不對 拔開 你必須要用NATIVE POR 才有辦法工作 所以我現在把它 重新插上去 那重新插上去之後呢 他就會認得你的NATIVE POR 樓下空調機開了 NATIVE POR是13 是13 所以一樣的 所以這邊回到這裡來 打開你的NATIVE POR 13 都對應上了 那這時候呢 一樣的 你要重開你的Keyboard 因為你剛剛換了程式 你的Keyboard 這個虛擬程式就是要重開 這個虛擬不爽 先來試一下 54是什麼呢 結果是一個半音 我剛剛聽起來有點怪怪的 剛剛 簡單來講 DRE MI MI跟F 應該是差半音 所以我應該是要 應該是要學53 但我寫成54 這是一個無形的錯誤 所以沒關係 就有點半音了 變成半音了 也蠻好玩的 53才是全音 拼到半音去 很好玩 應該說 跑到那個 對啦 跑到什麼 深發 對不對 對 深發 跑到深發去了 好啦 雖然我不太懂音樂 但是大概 基本的音樂可以 那我們這個完了以後呢 我們就暫時把這個關掉 也會有點吵 那最後呢 我就是要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些連結 我待會都會放在 YouTube裡面的下面 讓各位方便查詢 一個是 Virtual MIDI Piano Keyboard 就是虛擬 MIDI 鋼琴鍵盤 它是個MIDI Player的意思 另外呢 會需要一個合成器 這個合成器 也是一個虛擬的 其實都是軟體的 這個合成器 這些東西 全部在這篇文章裡面都有提到 都有提到 最簡單的就是按照這個步驟 一步一步往下做 Testing it out 所以要download這個虛擬的 虛擬的 MIDI合成器 然後要把它的Configuration 弄出來 對了 這個很重要 我剛剛忘了講 我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剛剛漏掉一個重點 在這裡面最重要的設定 是這裡 我現在要怎麼樣把它關掉 就讓它跑吧 我繼續講 就是有一個Edit裡面 一個MIDI Connection 這裡面 這個設定 是我摸手了一陣子弄出來的 那各位發現 這裡面最重要的就是 這個Input MIDI Connection 這個部分的一開始是空白找不到的 譬如說 如果我這時候 把Arduino的線拔掉 拔掉之後 就有去 拔掉之後 我們就會看不到這個東西 拔掉之後 我們就看不到這個東西 那也不是說 你去插上Arduino DUE 你就會 你就會看到它 不是插上它 就會看到它 要看到它 就要照我剛剛講的 一開始說的那個安裝的程序 你才能看到它 所以我現在插上去 插上去這個USB插回去之後 你就會再次看到它了 所以這個很重要 另外一個就是 有一個Media Output Driver 這是Window Media Player MM是Media Player的縮寫 那Input MIDI Connection 這個指令就是Arduino DUE 它會當作這個鍵盤的輸入來源 它就是輸入來源的連接是Arduino DUE 那輸出的連接呢 我們就會需要一個Synthesizer 就是一個合成器 也是一個虛擬的Media Synthesizer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應該是這個吧 應該是這個 Virtual MIDI Synthesizer 這個東西 那這裡面呢 有一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它要有一個音色檔 音色檔要去安裝 音色檔就是這個SF2 這是一個音色檔要去安裝 那它這邊有一些推薦的音色檔 這個都可以參考一下 我記得我裝的是Timbers of Heaven 那還有別的啦 很多很多的音色檔都可以下載來安裝 這個就是音色檔 好 那這個合成器必須存在 合成器必須存在 然後這個鍵盤必須存在 你才有辦法去 我們才能玩這個遊戲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Arduino Dewe 那Arduino Dewe 當然是透過我們 剛剛有一個安裝的程序 對安裝的程序沒有講 安裝的程序呢 倒回來講一下 安裝的程序呢 應該是在這篇文章裡面 它這邊有一個 Arduino MIDI USB Library 那你點進去之後呢 你就會到這裡來 照這個GitHub裡面的MIDI USB 然後你要把它 整個Download Zip Download Zip之後呢 在你的Arduino的 炒稿碼裡面的 匯入程式庫裡面加入Zip 那加入Zip之後呢 你將來就會有這個 等一下齁 你就會有這一串東西啦 炒稿碼 我看一下齁 這個話數不太聽話 乖一點 好來 跑到哪裡去咧 好在這裡就會出現你的這個MIDI Library 那MIDI Library裡面我們用的是MIDI USB 底線Write這個程式 我們用這個程式然後自己來寫一些有趣的 好 那記得安裝完這個程式之後 可能你的USB Arduino USB要重插 這個DUE要重插 那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個找到硬體的這個資訊 我今天做了一些截圖啦 我等一下 看怎麼樣可以分享給大家齁 就是其實這是中間的過程 包括我在安裝開發板管理員的這個部分 開發板管理員來安裝Arduino DUE的部分 這個算是一個硬體的安裝 然後記得要選擇正確的開發板 也要選擇正確的POR 這那時候很奇怪 裝好的時候 一開始POR在10後來又變了 那這個安裝的時候 發現它是用橘色的字來呈現一個成功的狀態 這是第一次看到它 終於在Input MIDI Connection裡面看到Arduino DUE很開心 然後 對啊 大致上是這樣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確認你的DUE正確的安裝 才有辦法使用 可能有時候如果不Work的話 就重新拔開 重新插入這個議題多幾次吧 那最重要的就是這篇 這篇文章很重要 我剛才在說這篇文章很重要 就多看幾遍 裡面有很多的細節 我在 目前沒有辦法依說 我並沒有照它現在這樣連接 我只是確認Arduino送出訊號之後 可以驅動我的電腦裡面的這個 Virtual MIDI Piano Keyboard 可以發出聲音 這個非常開心 好 那還有裡面有這個Chart 可以給各位來作曲 這個應該很有趣 那剩下就是程式的問題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 Arduino MIDI Player的一個示範 謝謝大家